好继续带来看到花莲词院首创花词安心购住院病人院内购物的平台 那么院内AI中心设计购物平台APP 让住院的病人可以在病房线上购买日常用品以及食品 避免外出落实防疫的同时 也让家属可以专心的照顾住院的病人 吴滨安副院长指出平台初期仅提供纸本作业 但未方便厂商统计销售数量 因此人工智慧医疗创新发展中心 在极短时间内就开发出了服务平台 逐步优化后 目前已经获得病人家属护理人员与商家好评 在花莲词纪院有AI中心 就是请我们的全端的工程师 在很短的时间就写出一个APP的平台 然后我们要逐步来优化 这个部分目前已经优化得不错 也获得我们家属 还有我们副理人员跟商家的好评 我们做这么多的这样的 像这个采购在院内的 让病人都不用接触的时候 事实上对于我们病人的安全 家属的安全 还有医院相关同僚的安全 还有整个环境的安全 事实上变得相对单纯 病人家属林小姐表示 只要是输入订购人的姓名 护理站名称 并传号码与联络电话 就能够开始下定 目前品项包括了有日用品与食品 对病人与家属都很便利 就是有这种APP的话 我们就不用再额外出去外面去增加感染源 我觉得是很好 如果说我们的品项可以再多增加 让我们有多一点的选择性 或许对我们来讲会更便利 花莲池院表示 为了给病人住院时能安心安全的就医 不只居隔病人需要 而且所有病人都需满足日常用品餐饮购物需求 因此花莲池院将开放花瓷安心购给所有病人使用 尽量提供民众需求的就医环境 达到全范围的照护 记者林杰花莲市采访报导